每日一百字 歇心 读心 明星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苗董楞言一千日 让我们一起共同学习 苗董楞言一千日 第279日 开悟原来很简单 幽波尼沙陀色诚圆通 不进观 摆骨观 简介 幽波尼沙陀比丘色诚圆通 破 我见 破眼 加色空 破眼见生色 破色生眼见 参考 冷言经讲义 原音大师著 幽波尼沙陀 此云色信空 我义观佛最初成道 以欲佛之早故 观不尽相 乃四念处之一 观身不尽也 幽波 神殖 祇我 聋 COR 数 遥 stitching灯 烦恼 监 杖仲 行 多 贪欲 顾佛 娇修不尽观 以对 置之 遂于此身 生大雁离 参考《冷言经》通义 憨山大师著 一曰 此由色尘而入折夜 幽波尼沙陀 此云尽少 亦云尘性空 由物色性已得名 从不静观 已至白骨微尘 归于虚空 参考资料 柴密药法经 著此修法 仅供参考 不可盲目练习 修白骨观 修虚明师指导 否则极易发生危险 切记 四地步骤 一不静观 白骨观 二白骨流观观 三白骨生机观 一不静观 白骨观 此中 但云白骨微尘者 微尘即是烧响 烧骨成灰 化为微尘 微尘欲风 一吹即散 终归于空 虽色不可得 无色不能显空 非但色无 并空亦无 故曰 空色二无 因此得成无学之道 本主就是透过 我们的白骨观 而不静观跟白骨观 是又来 透过我们的思考 和观想的发法 来把观念 来做转变 转变什么呢 就是要来 让我们获得 来抵制 贪恋爱卓的力量 为了让我们 自己能够 对欲望产生控制力 并不是要走极端 重点是透过思考 跟观想上 而不是透过视觉的冲击 所以我们还是 透过以下的几张图片 来说明介绍白骨观 你看我们想一想 我们去掉皮肤表面后 自己的身体里面 都是装了一些什么呢 去除了红色的肌肉 五颜六色的内脏 血液 组织液 和抽红红的大小便 那我们就只剩下什么 就只剩下 我们深深的白骨 最后我们在 剖析这些骨头 就是沉淀的带质 那还有什么呢 你想想看 我们自己的身体 也是如此 每个人的身体 也是如此 你看到之后 你还会想着 对你所心爱的人 或是会产生一种 贪着邪念吗 反观我们的贪心和色心 都是长久以来的 一种不良的习气 想想贪心 其实是看不见 摸不着的 残余的本体 就像虚空一样 为什么我们会对这 虚无的欲望 而感到烦躁 甚至执着呢 我们再想一想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身体 其实 就是一个装满各种 污秽不进物的 的疲漏的口袋 不是如此吗 我们这样的去想想 再看到我们的身体的结构 其实是300多根的骨头 和100多个关节 安装成一个框架 那900多块肌垫 以及五格和关节连结 定在一起 那有9600个血淋淋的肉块 和器官 把框架填满 最后呢 再用皮肉 和一层光滑性感的皮肤 把整个皮肤包装起来 而这个表面上呢 还开了9个大孔 和无数的小孔 用来排泄废物 不管我们是用皮肉 透过化妆美容 腌织水粉 甚至流行的这些衣美啊 健身啊 时尚的衣服来装饰 那在这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 你 这些你所看到的 包括你和所依恋 贪着的人 你再仔细的去想一想 我们把它分解 拆开分类以后 哇 就是摆上一堆一堆的 那你所爱的究竟是哪一堆呢 我们透过认真的思考 和观想一下 是否我们的贪念 就会越来越 我 最后 人始而化为尘埃 尘归尘 土归土 白骨为尘 空射恶物 明射信空 尘射极尽 所以这是以上 第一个阶段 我们透过白骨观 来让我们 尽除我们的贪欲跟邪念 接下来我们 来请我们的 幻文师兄 为大家来做总结 从刚才看到的 美女的形象 非常的漂亮 俊然也很漂亮 所以我们现在讲 不静观的白骨观 白骨观的理论基础 是从脚入空 能想正念的心 要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所想的境界 也要厉厉分明 不生贪爱 也不生恐怖 知道是自己想出来的境界 是心所想所生 心外无一发可得 就把能想正念心 所想的这个境界 到最后 也要把它 化掉 空掉 假使 不知道这是个假象 就很容易 产生烦恼 心生恐怖 心生厌恶 修白骨观 是专门对峙 贪爱的 起初 我们贪爱 色身这个假象 现在由于 修不尽观的原因 知道 人是不尽的 是白骨一具 因此心生厌恶 看到自己也讨厌 看到什么人都讨厌 乃至对世界也讨厌 这样还是不圆满的 要知道 修白骨观的境界 就是对峙 我们的执着 以前执着静 现在把他想成 肮脏无臭的境界 就变成会了 以前执着静是真的 现在执着会 也是真的 这就称之为法治 从空出甲 所以要进一步的知道 白骨也好 不经也好 都是心想所生 既然是心想所生 这个境界 都是虚一望不始的 如梦如幻 如炮如影 当体即空 知道外面的白骨 是假象 假象是心念所生 如梦如幻 如炮如影 这是正空 当下 当中生妙有 这个境界 乃是虚一望不始的 不住在甲有上 最后空甲双离 把能观的这个心 所想这个境界 一下子把它空掉 此时就成了真空的境界 整个世界 内内外外 都是真空 到最后 能观 能想的正念心 要安住正念 如炉不动 聊聊长枝 急躁一鲁 安住于普提心 涅槃心 无能无所动 道实相 前面的是一种方便 由方便达到究竟解脱 能观的正念心 安住正念 正定 就没有能观的正念心 有没有所观的这个境 到最后心经一鲁 观志一鲁 就能超凡路胜 就能究竟解脱 了生托死 以上分享凡毕 恭喜建议法师 慈悲开示 阿弥陀佛 诸位全球云端 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是苗董 任言一千日 第279日 我们经过了 做三天的讨论 那这一段呢 是优波尼沙陀 他修不静观 他从不静观 而体悟到空性 最后正道 无学道 那我们今天的这一组呢 的重点是要分享 自己在日常生活中 来听了这个不静观之后 对于这个体悟 那所以呢 刚才那个第一第二第三 三位分享者 都是在重新再讲一次不静观 那可不可以请第三组的同学 谁要来发心 来发心 来分享 那个对于这个不静观的之后呢 你的心得是什么 麻烦请这个组长 现在来点名好吗 阿弥陀佛 师傅 师傅 您好 您好 谢谢 师傅 那这个 这个白骨观呢 我们 我们这一组呢 就研究了很多 因为大家也都没有去接触过 这个白骨观 所以找了很多资料 刚开始是很乱 大家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那结果呢 我们就从禅密药法经里面 去更深入的了解佛陀怎么教这个白骨观 最后我们所了解的就是 虽然佛陀教所有的弟子们修这个白骨观 可是很多弟子们也就是像我们一样 听到了白骨观 我们就会执着在这个法上面 而执着在这个白骨上面 因此就着相 所以会有厌离厌生的感觉 所以每当到这个时候的时候 佛陀就会教弟子做义观 改变另外一种想法 改变另外一种观法 但是真正的圆满的白骨观呢 在我们这一组研究的结果呢 是知道 刚开始我们将肉身 所有的五脏六腑都烂掉之后 剩下光洁的白骨 然后再观想白骨发光 为什么要观想白骨发光呢 就是因为当我们进入到空性之后 我们自己本身的自信本体 会产生光芒 而这个光芒是代表是 我们的自信本体要产生 它的作用 产生大用 而这个大用呢 就是发菩提心 也就是慈悲心 当我们在发这个慈悲心的时候 这个慈悲的光芒照出来 当我们慈悲的光芒照现出来 在这个世间来行菩萨道的时候 于是最后又生机 生法 我们又重新在 在白骨上就重新再长回我们的肌肉和头发 这个表示是像我们是菩萨 行菩萨道的时候 我们要再回复我们的法化报身 可是今天的法化报身呢 就已经不是凡夫的法化报身了 已经是具有慈悲心 而是千处祈求千处印 像观世音菩萨一样来行菩萨道 所以真正的在生完肌肤之后 我们整个人就是从见山是山 见水之是水到见山不是山 见水不是水之后 再回复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 可是这个山水已经不再是之前的山水 我们已经修成了菩萨道 而来行菩萨道 在行的当中呢 我们完成了这个整个白骨的修行 那这是我们最后的结论 在此做一个分享 那我们这一组呢 是有没有人实际上去修 修了之后是什么情况 是阿弥陀佛 因为我们在这里啊 到那个白骨关 就让我想起来 我在那个民国82年的时候 我参加台湾水里林 是参名法师啊 在嘉一一德市举办的那个女众在建学会 他维席两周的初期课程 他是解刑并众 那参公师傅在讲解 佛与教经里面有提到 持戒对峙的方法 他提到的试念处 关身不尽的时候呢 有跟我们介绍这个九祥关 那介绍完以后 我在那个结缘书区 当中看到有一张书卡 很相应 上面呢是 就是不敬观送 下面是 就是一具骷髅白骨这样子 行门的时候啊 在佛堂拜 要做 这样子的一个进行 那刚好我的座位是在西单的第一排 正好前方放着就是跟苏卡一样的那张图 所以参公师傅呢 他也会在大殿章中开示 让我内心对无常有更深的体会 经过这样一小段时间的练习跟上课以后 让我对乌玉还有男女之情变淡 那不仅让我想到一句话 如果没有开始就没有结束 对方有可能一直不变 不会变心吗 因为常常看到连续剧里面的剧情啊 都是这样演的吗 觉得没有什么好追求的 他爱的心就比较降低 因此我就在佛堂 就在大殿当中 我就去祈请佛陀 帮我找一位比我更好的 更适合对方的女生来照顾 陪伴喜欢我的男生 这样子他就不会再来找我 这就是我之前曾经 这样子的一个经历 那我也很感谢 感恩 在这个生命的旅程当中 有佛上 这样子一直在指引我 那所以 实际上 我也不知道说 在这样子的一个不进白骨关 这样子对于这样子 那么年少的 这样子的方式啊 来对治这个灿害啊 这样是否正确呢 还请师父之类考识 非常好 这个欲爱 色爱的烦恼 不管是几岁都一样 不是因为呢 你我老了 然后就没有欲望了 还是会 或者是小孩子 我都很单纯 都没有欲望 不是 因为我们会来轮回 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个欲 这个欲望 有对于志向的执取 然后会有对于他向的执着 这是这两种 那一般呢 我们以为啊 修不静观 是要把别人想得很可怕 然后别人想成骨头 其实不是 只是我们在这个 修观的时候 去观察到彻底 所以这个不静向呢 他不是起 让你升起恐怖心 不静向 弯了之后 会让你升起解脱心 所以不会出问题 因为我们的心清静 他自然就会解脱 他不会呢 住在这个不静向上 那 那但是我们自己 如果你从字面上来讲 永远不能够了解 为什么佛陀教我们 去修这个观 所以各位 为什么 实际上要来谈 因为每一个人 其实最爱的是 我们 就是爱自己 那这个爱呢 就会有一种 与生俱来的 自我保护欲 所以我们对于不静 会排斥 就自然就会排斥 那为什么 因为我们 喜欢那个静 尤其是有的人 特别爱干净 那就最受不了的 就是有一点点的 这个不干净啊 就会产生烦恼 但是问题是呢 其实这个世间啊 你说有没有静 有没有会呢 其实没有 那是我们的分别念 我们总是觉得呢 自己是很干净的 然后呢 这个世间啊 不干净 然后就会把它擦 或者是洗 有的甚至于 变成强迫症 但是事实上呢 那还是一种执着 那只是 我们大部分 都是执着 这个喜欢 这种好色 那这对于这个色相 有一种贪恋 尤其是对自己 以前佛陀的时代呢 有一个 这个出家比丘尼 他的先生是南陀 这个南陀呢 在后面会看到 这南陀是佛陀的堂弟 后来被拐去出家 那他本来不要出家 是因为他的太太太美了 是这个好几国 里面呢 最美的美女 那这个美女啊 就是来 这个 嫁到 南陀的家里之后呢 南陀呢 从此啊 就没有任何的 想要修行的念头 每天就沉醉 在温柔乡里 那有一天呢 佛陀就去度她 那这个后面会有故事 但是呢 自从南陀被拐去出家之后 这个美女啊 他也觉得 实在是 人生的依靠没有了 所以他后来 他也跟着去出家了 那跟着去出家 问题是呢 他的心里面 对于自己是 世界上最美的美女 还是心里面 生起一种贪恋 他就觉得 哎呀 这剃光头啊 还是这么美 即使我是剃光头 我还是最美 那问题是呢 即使是这样哦 那你一直都觉得 自己是最美的 你其实很难去突破 有一天呢 佛陀就知道 她的执着在那边 那你看执着在那边呢 她就让这个 这个叫纳米亚 她叫纳米亚 那就请她呢 去参加一个活动 结果在这个活动当中呢 这个纳米亚就遇到了一个 更美的美女啊 那一般呢 这遇到美女 遇到美女啊 通常都会嫉妒 但是这个纳米亚 其实很不错 他看到了这个 有一个比他更美的美女啊 他很好奇 他说哎呀 我终于遇到一个世界上 跟我比我还要美的人啊 哎呀 我很想要跟他做朋友 结果这两个就相谈胜欢啊 然后谈一谈呢 就这个美女啊 就说哎呀 我好累哦 我想要在你的大腿上 休息一下 可以吗 哎那这个当然就可以啊 这好姐妹 就没想到呢 这个纳米亚就看着她 就发现 哎怎么 怎么一下子呢 这个人啊 本来是角色 身上还有点光 怎么一下子变成老太太了 然后一下子呢 哎死掉了 然后一下子呢 哎就发生了 这个九想关的过程 然后他眼前呢 就看着一个人 突然瞬间呢 好像生命快转一样 那他整个呢 吓傻了 那这个时候呢 哎 他就突然明白了 哦 原来啊 自己再怎么美貌 他总是敌不过五常 所以啊 他就发起一种 清静的心哦 所以观不镜像这件事情啊 其实就是看到的 真实的是去除贪心 他不会产生副作用 我们看到会产生副作用 就不敢休 那你最大的副作用是轮回 最大的危险是轮回 因为我们贪心都没有断除 那哎 如果执着于空性啊 还不还不危险 执着于这个轮回 这是最危险 所以我们要用最大的危险啊 把它给去掉的这种心 要认真的修不静观 那你说适不适合 当然适合啊 因为他是真相 每一个人都适合 尤其你想要修行 如果你想要成佛 想要成到正果 没有人不适合 因为他是破除我见 我像 最直截了当的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喜欢自己很好看 那我们刚开 刚出家的时候呢 就是每一个人都要修 而且呢 每一个出家人啊 都很发心 就是要修 为什么 因为我们出家之前 都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是怎样 那出家之后呢 哎 哦 这个怎么要摆脱那些欲爱色爱的烦恼呢 怎么要破我直呢 修不静观 最快 因为他就是二甘露门的最重要的甘露门 老实讲 他是真的是最好的一个修行 所以为什么他会在这个 呦波尼沙陀会在第一个法门就在修 就是色成缘通 所以大家不要怕 你说有什么副作用 不会有副作用啦 那这个副作用呢 就是你会很想修行 然后又很想出家 那如果这个是你觉得的副作用 那其实 表示你并没有想要了身脱死 你还喜欢轮回 那我们根本上呢 其实佛陀教这个法门 他 我们要去试试看 从哪里开始修呢 从 你观察你自己的身体 我们从早到晚啊 在观察自己的身体的时候 最容易怎样 每天早上啊 看镜子 第一件事情 就是先 把这个脸啊 不好看的 先把它洗干净 有盐有盐屎 耳有耳屎 然后呢 那个身体啊 这个脸脏脏臭臭的啊 还有什么 还有一点点的那个卷容啊 就要把它敷脸敷到很美 然后皮肤啊 要把它弄到最好看 头发啊 乱糟糟 鸡窝头 要把它整理 有白头发 要把它染黑 那来自于保持什么润丝 从头到尾啊 就是一直不断的去照顾它 希望它最好看 现在呢 修不静观啊 你先试着 素颜几天 然后去观察 我们自己的身体 我们自己的 全身上下 那师傅刚刚出家的时候啊 诶 他就 就是 要修这个不静观哦 就非常非常的认真 因为我们很年轻啊 才20岁了 出家 那时候呢 正是最 年轻的时候 最美的时候嘛 那你可是 你不是一直在迷恋自己 哇 我是不是 这个第一美女 比丘尼 这当然就是 这个就很好笑 所以呢 就像这个 佛陀度 这个纳米亚一样 就是 去观察 自己这个色身 那 不洗澡会怎么样 第一天不洗澡 第二天不洗澡 那当然那时候呢 大家通通都很习惯 没有在洗澡 那甚至于呢 我们去出 那个去 受戒的时候啊 哎呀 十天半个月都没有在洗澡 那事实上呢 以前在家 就是大部分的人 都会有洗澡的习惯 那光是呢 就不洗澡这件事情啊 哎 就会让自己有点不自在 哎 觉得全身呢 好像就发痒 甚至于呢 哎呀 真的到最后 你就只觉得 真的 连那个 这个每一寸皮肤 都散发出一种臭味 明明没有去做 外面的一些活动 没有把它自己弄脏啊 可是呢 哎 这个身体啊 自然自己就会排出这些臭味 那你说啊 吃素比较不臭啊 但是呢 问题是 还是会啊 你累积一天两天 十天 二十天 最高纪录啊 有到二十天没洗澡 哇 那真的是啊 自己是在非常非常讨厌自己 很可怕 那洗个澡呢 哇 全部都是污垢 那你就知道啊 这真的就是一种根本性的执着 当我们在修的时候 那时候动力很强 那甚至于对于这个食物 那对于自己心里面的这些 贪念啊 就有很强烈的心 要把它断除 那有一段时间呢 就是非常非常亲近 因为哎呀原来这个世间啊 就是看清楚真相之后 就不再被贪欲所困扰 那这个没有贪欲啊 人生真的是都没有被绑住 实在是太殊胜 所以这不静观呢 其实不是恐怖心的修炼 而是艳力心的 直接了当的修炼 那我们一般呢 都不知道 他实在是非常非常殊胜 所以呢只有在看 哦就觉得很可怕 只有研究 然后就开始觉得 哦一定会有副作用哦 其实没有啊 那这是真的是解脱的一个甘露法门 希望大众啊 哎我们自己啊要练习 以后呢分到那个日常实践的那一组啊 麻烦哦 啊用一个礼拜的时间 大家全组一起修 啊全组都在修 修了之后 你就可以知道 因为这个25元通法门是要修的 不是只是理论上的研究 研究在前面已经研究了 要修 实际上修才会知道 佛陀在讲什么啊 好那今天呢 啊谢谢这个 这个第三组很认真啊 就准备了很多 还一直在研究啊 那当然这佛陀的教法是很精彩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真的 就是把这个 这种学到的关系 用在生活中 好那谢谢大家